大家好我是杜朵 一个粉丝也不知道 我是游家不大不主 众所周知 在网织罗里也有很多令人羡慕的CP 而他们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也同样令人感动 例如语气和笑语 激进生长 谁与争锋 礼拜和招聚 谁能借我一件 已经融化 貂蝉和赵呃呸呸呸吕布 我的貂蝉在哪里 也爱上青蛇哟 明世影和成绩四汗 那种幸福 就在那边很高的天空 我叫飞得更高 瞧都妈呆 或许你会认为 在这个组合中成绩四汗是核心 但实际上明世影才是套路真谛 当失去狼狗之后 明世影依然可以依靠 一技能的牵线 给对方造成压力和伤害 在走位和消耗中解队对手 而大招一千加百分之一百五十 法律加成的真实伤害 可能一招之敌 这种感觉仿佛就是说好了不打伤害 然后突然给你一技中锤 所以这个游戏的初衷突然变得很简单 分别是大叔 大叔 大叔 以及 大叔 当与敌方对抗时 只需要和敌人来回拉扯 然后在对方血量告急之时 一个大招 轻简松松解 因为明世影大招的机身问题 在给对方造成伤害的瞬间 自己也会损失等量血量 所以对于初出专门阵影来说 大招后的保护变成了必要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名 可以在小明放大之后 迅速保护他的辅助 而大招增加互动的摇 便成为了不错的选择 在拉来了隔壁的工具人小鸡之后 我们可以清晰地将这个组合称为 阳明组合 这样的话 小明变成了天下无双的英雄 只要链子链上 便可以轻轻松松 战上任何一个 实战对抗 小明世影之中 前期又可以粘住别人 第三下普攻 还可以眩晕对手的英雄 但是一期就要去对面反野了 哎 姚暴露视野 我直接狗链牵上 马可一看不干了 与我帮孙上将一期前来支援 等一下 那马可为啥不和孙上将队 而且要打我们啊 马可一技能点餐队友姚 为了让姚安心 相信我们能战胜一切 我急忙 通贩了一个一技能 但即使如此 我还是依靠狗链和平A拿下了双杀 这个时候对方中单支援 我的血量不是很健康 可是刚刚参检的时候 我不是依旧很猛的双杀了吗 所以我只要狗链牵上 外加平A控制 我肯定能 啊肯定 肯定能回家好吧 既然在对面也需跌倒 而本房也需又没有吃掉 所以我们不如以退为进 再次去对面反野 虽然李白跑掉了 但收掉对面摇的结果也是不亏的 而结束野区纷争之后 我决定去报一技时的一命之仇 尽草后对面小乔走位不慎 我们愤怒的将一技能的出手 伸进了对面的身体 然后直接把极恶伤害 一股闹关键对方小乔的最深处 再快乐的给 给给几方小乔奶了一口 啊那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将眼光放到上路啊 可是面对马超这种高技能 又能秀的英雄 我们的确不占上风 但是我们可以PY啊 葛马超的爱情故事 有时候爱情就是这么直接而快乐 恋了小乔之后 大众直接吸死 四分成小乔的摇也自然是跑不掉 我连双双摇 虽然我们之间的距离 好远好远 可是雪条与雪条的距离却是 那么近 那么近 所以就让我们静静的 结束这 小吉尼少恩这下一剑能脑死了 小米 小米 谁间都爱 小米 小米 打你 狗呆 六本大树在 狗泪泪相互伤害 农着火 成巧 小米 活着真自在 小米 小米 三连我爱 小米 小米 关注快来 小米 活着真自在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关注我吧 我是豆豆 我们下期再见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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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